上海的贸易协定谈完之后 确定台判再度破局 不仅如此 美国总统参谱还对中国施压 宣布9月1号开始将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来开征10%的关税 这等于是中国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通通变贵 这个消息不只让美股应声下跌 港股和日经指数也一片绿油油 美中贸易战看不到尽头 美国在一季惩罚关税 明明才刚结束上海会面 前后历经12轮谈判 但始终没有重大进展 没想到川普又出手 等同所有中国销往美国的商品全挨拔 包括中国代工的玩具鞋子 还有运动用品和电子产品 9月1号开始都将加征10%关税 等于所有商品都将变贵 一连串关税冲击 不止油价暴跌近8% 稻穷指数更是一度跌超过400点 另外苹果股价也大受打击 应声下跌超过2% 鸿海同样也往下走 而港股更是一开盘就中错 还有户股日经指数同样绿油油 川普先前挂保证美国商家不会受影响 但关税战打不停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生意人 或出不去前进不来 全都苦哈哈 最近新闻防疫从会报道 哇 刚刚这华春莉的回应还真的是凶啊 自己生病叫别人去吃药是没有用的 不过凶归凶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究竟这把这个关税大刀再砍下去 对产业会有什么影响 根据消费者科技协会的数据呢 这样新关税将会影响到450亿的手机商品 390亿的笔电还有平板电脑 另外最后就是540亿的游戏机 不过这回的名单当中也有新的受害人出现 好 这个新的受害人是什么呢 是运动鞋 另外还有玩具 好 听到玩具你可能不太意外 因为很多素食店啊送的玩具 如果你有仔细看就背后的啊 是来自哪里 大部分写的都是Made in China 的确现在在美国有85%的玩具 就来自中国大陆 但是这场贸易战打了老半天 中美双方都说希望彼此赶快结束这场贸易战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 到底谁在拖延呢 川普方说 他说他知道这个习近平呢 很想要赶快达成协议 不过你动作真的是太慢了 但是另外一边中国大陆呢 透过外交部长王毅说 你一直加税是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看起来这两边都觉得是对方的错 那么就在这个你争我吵之际 亚洲股市今天的表现绿油油 台股呢今天下降了182点 另外日经下跌了453点 韩股下降了19点 上均指数40点 港股跌得更惨647点 因此现在避险资金又涌入了日元 台银的最新牌告呢 日元极限极拉 而且狂升了2.4% 创下了两年半来的新高 不过在这场贸易战中 我们台湾的企业有可能全身而退吗 我们来看鸿海 根据路透呢 最近的一篇报道 这个鸿海正传出 要出售大约新台币 大概2744亿 这样子架码的广州LCD面板厂 原因就在于呢 美中贸易战加剧的同时 面板的产品相对来说 产能有过剩这样的一个情况 买家的需求减弱 那针对这个消息呢 鸿海方的公关呢 是表示说啊 这个是郭董个人的投资 还不知道路透为什么要这样写 也因此让整个案情 还有待研究 事实上这个10.5代的这个面板厂呢 是郭台银跟日本夏普的合资 原本鸿海集团预期 可以透过这样子面板厂的量产 提高全球5G跟8K的全球布局 但是今年他们的最大目标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从今年9月开始 要量产65寸和75寸的超高解析度 而且超大尺寸的电视面板产品 那针对这些目标呢 跟整体园区这投资金额 高达新台币2780亿元 不过夏普最近还是公布了 新一季的财报 这个成绩并不是很亮眼 在第二季合并赢大减了四成 主要是因为受到一金面板 一金电视销售萎缩的影响 所以鸿海究竟能不能够 在这波美中贸易大战全身而退呢 或许我们要继续观察下去 而另外一方面 法和航集团呢 在第二季获利导致高于预期 推升了股价连续两天飙涨 旗下的法航近期呢 决定向空八订购60架的 A220 300型客机 主攻短中程的航线 让机迷难过的事情是 2022年前这机队中的 十架A380客机将全面淘汰 承载无数旅客长达多年 巨无霸A380客机 三年后将从法航机队退役 招在今年二月 空八就宣布停产A380 法航考虑机舱老旧 维修费高昂 也决定全面停飞 将以新一代客机取代 为了省钱 法航航集团大刀阔斧 采购比空八最小型客机 A220 100 稍大一些的A220 300 一口气订了60架 A220 300客机 预计2021年9月开始交机 用于短程及中程航线 航程可达6204公里 最大载客量160人 机舱更宽敞 机物柜更大 走道也更宽 是淘汰现有51架 A318与A319型后 绝佳选择 空中巨无霸 黯然退场 带动新一代客机崛起 更加节能环保 有效率 迎合市场诉求 范尔航看好这波太久 换新 继续称霸欧洲航空领导地位 三丽新闻 全片报导 And I'll see you all